这个大门口被堵 这个车一直被堵 打鞋扔的不会开 结果我们两个车出不去 光你的车之前 我的车之前 你这样做太自私了 我让你开出来 你就不开 我们喊你 你就怕严重你的车 结果就我们两个车 温市车主就说了 我的车也是那个好车 他说如果我要是开出去了 那个车会毁掉 我们的车呢 前面出不去吗 赵好方 前面的车一点都没有 你看看 现在看 现在看 他前面一点障碍都没有 没有障碍 在第二天早上拍的照片 前面没有任何账务 车完全可以出来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希望小力帮忙继续给我们做 后续的跟踪报道 把这个车主给我们找出来 因为到现在为止 也没见到车主 给我们道过歉 然后也没有说过赔偿的问题 据了解当时那位奔驰车主呢 就是把车停在了小力所站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坡道的 这个快挨着地面的这个位置 那现在啊 好像是全网都在找这个奔驰车主 希望他能够正面的出面回应 解释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小力今天来到这个小区 看能否见到这位奔驰车主 他对当时的情况又作何解释呢 小名人 好 机主已使用手机壶 不本机请挂机 在这少去住 现在打电话他也应该也不接 那他是干啥工作的知道吗 这可我不清楚 我听说咱专门爬楼上他家去 被一个班长上楼去 去通知他 当时他也下来了 人下来了 人下来没有挪出去 把头啊 大王 要我 不要打关锁 我说了我听你没钱 今天 他是个啥车呀 呃 奔驰S350 这边堵的是什么车呀 第二辆宝马 第三辆大伦的酷昂 在后边一辆应该是有 已经对你比 还有宝马 还有一辆卡燕 在后边还有什么车挤不住 他说他出不去 他说出不去 他说任何原因都是假的 前面那个通行 他前面再站个十几辆车都没问题 灯荒这边也能站 哦 前面 前面二三辆车都出去了 哦 就轮到开和站着 再来到这个地下车库的出口处 发现啊 这个房顶都已经被泡得起皮了 业主们说啊 当时这个水已经漫到这个车库的房顶了 那所有在这个车库负一层停的车呢 都已经没过顶了哈 现在这个车库还是一片漆黑 小丽刚才进去看 还有七八辆车没有拖出去 包括看到还有这个车 拧筋块都已经打开了 在此啊 小丽也希望这位奔驰车主能够尽快的出面 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到底当时是一个什么目的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没有挪开自己的车来还原一个真相 好有困难找小丽小丽帮忙一帮道地 小丽帮忙团记者 海小丽松风为你冒道